陳柏惟、林昌佐之流 他們的素質 本來就比較差了 問政也沒有什麼經驗 真的立委一坐下去 骨腳就捨出來 講的不三不四 他真是不會做立委 沒有偉大 什麼想罷免啊 台灣就要倒了 天氣冷了 天氣熱了你幹嘛改成短袖 其實做不好就罷免掉 不要為了自己政黨的利益量身定做 在台中這第二選區跟 中正萬華區原本就是被 民進黨認為說一定選不上的區域 所以他們要怎麼安排 他們就安排他們的側翼 包括安排 像當初 的實力或是 最近這個激進黨 這些人來這邊選 因為民進黨的文化裡面 只要是這一區好選的話 那新潮流 等等這主要的派系 他們一定先派人下去 不可能說輪到你們這其他的 這些小黨 所以原本 陳柏惟林昌佐之流 他們的素質本來就比較差 問政也沒有什麼 什麼經驗 他們可以發現他們的問政內容裡面 永遠只有 我愛台灣 阿公也要打過 因為我都阿公在他們廟 所以陳柏惟鬧了很多的笑話 那陳柏惟當初 為什麼會當選 因為他口才算是不錯 而且他台語講得六 他台語算說得很好 台語算說得差不多 每天呢 就在直播 說一些趣味的 所以很多年輕人很喜歡他 但是我們這次看 包括很多的年輕人 不再支持他了 為什麼 因為 他真的立委一坐下去 去骨咖地捨出來 經常說那話 說那不三不四 說那說那話 我們根本就聽不下去 他當作說 他是法輪廣 所以 在沒有專業的狀況下 這一次罷免掉 陳柏惟是什麼 就是罷免掉 不專業的立委 罷免掉他問政 讓人民無感的立委 然後 也是罷免掉 不要再一再的以意識形態 來掩飾他自己的無能 他真是不想做立委 不想委呆 什麼他那樣罷免 台灣就要倒了 他真是罷免掉 他罷免掉 我感覺這 這真是很陷的 很陷的事 所以 台灣人不要再騙了 拜託 所以說來就要罷免了 大家記得嗎 當初為什麼這個罷免法 會來修 是因為 民進黨要罷免掉所謂的 親馬英九的 他們叫做 馬藝的立委 那個時候還說 要戈籃尾 那很多 會功虧一潰 就是因為 當時是要50%的門檻 所以 是民進黨 然後 配合時代力量 把這個門檻往下修了 那現在 他們的立委 有做不好的被罷免掉 他覺得說 欸 蔡總統 又覺得這個門檻太高了 門檻太低了 我要再把它往上拉 我覺得台灣的法律 是像你穿衣服一樣 天氣冷了 你要穿長袖 那天氣熱了 你把它改成短袖 那之前比較熱 你把它改短了 現在要不要弄長 台灣的法律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開玩笑的嗎 其實做不好 就罷免掉 不要為了自己政黨的利益 量身定做